一大清早 走在不满碎石路的步道上 两盘围绕翠绿的植物 享受牵衣的休闲时光 再往上走 便抵达当地的小燕色湖 这里是头遍坑的咬冷狗坑登山步道 适合在夏日漫游 吸一口清晰的空气 远离喧嚣 我们今天到现在的地方是台湾潭 那个可以说是地震以后所特有的产物 所以说它的 它是所以叫燕色湖 它的形状真的像台湾一样 可以说是我们太平独有 独特的一个景观 太平头遍坑山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像是蝙蝠洞 咬冷狗坑登山步道等等 头遍社区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在地的文化特赦 举办了社区导览的活动 带民众走访咬冷狗坑登山步道和蝙蝠洞 并详细解说其中的自然特色与人文故事 古零年代的时候那边有这些 差不多一公斤多那么长 现在人籍比较多 比较我们的量比较糟糕 现在我们的台湾有一个是 有好的铁头的那个坑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新开放的 那个东西没有开放 没有开放就是要让生态 太平这个地区真的是好山好水 值得大家来这边做个深度的了解这样子 我以前也是没有来过太平地区 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不了解太平地区 想说有这个机会来对太平地区有一点了解这样子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头边坑的在地特色 用不同的感官体验认识头边坑的生活美学 社区还安排DIY的活动让民众自己动手制作蝙蝠包 民众专注又认真地将面皮捏成蝙蝠形状 期待炸好酥脆的包子形状最像蝙蝠 我们在做发展蝙蝠洞的特色 我们做蝙蝠造型 这一趟特别的旅程 还有人员从北部地区而来 为了就是希望透过社区深度的文化旅行 体会深更在地方的各中滋味 随着社区导览员的脚步 走访社区各个角落 透过不同的形式 感受在地社区的人文故事 蝙蝠中 看蝙蝠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